女团集体辞职,开除公司 昨天,南韩女子组和本月少女登上了微博热搜 除团员VIVI金贤珍之外 其他9名成员向经纪公司BlockBerry提交了终止专属合同效力的申请 网友评,好家伙 姑娘们集体把公司给开了 为什么说本月少女把公司给开了 女团还能开除自己的经纪公司吗 在南韩,经纪公司对艺人的要求极其严苛 公司会付出许多财力精力培养艺人 甚至需要将艺人输出去其他国家 团体组合更是被严格管控 任何一位成员的不当举止都会影响到整个团的发展 因此,本月少女这一集体解约的行为 在韩瑜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本月少女是南韩娱乐公司BlockBerryCreative 于2018年推出的女团组合组合 由田姬镇、金贤珍、赵夏瑟、林汝珍、黄嘉熙、金定恩、郑真帅、崔玲、何秀映、朴采曼、孙惠舟11名成员组成 据韩媒报道 团体内的9名成员认为 与公司之间的信任已不复存在 合同中的信赖关系也濒临崩塌 他们不再期待 以公司为推手 再开展任何业务和演艺活动 因此决定集体解约 而剩下的两位成员中 VIVI是外国籍 若提出解约 很有可能会失去绿卡 并被遣返 而成员贤珍正在MBC世界杯解说 无法中断活动 经纪公司BlockBerry则在第一时间澄清 表示本月少女要求解约的事实 并非如此 一切都要从2021年12月开始说起 彼时本月少女还是12人的组合 流量最高的成员 精致与CHUU因遭遇不公 向公司提出 终止专属合同效力的 临时处理申请 之后得到了部分胜诉 继续组合活动 自此没有经纪公司的限制 自由进行个人日程 而11月25日 BlockBerry表示 决定将CHUU从团体成员中除名 让本月少女以11人体制重新出发 并说她刁难工作人员 并口出恶言 而网友们则帮他们算了一笔账 自CHUU出道开始 费用从未结算过 这些在去年和公司的官司已胜诉 其次 CHUU没有经纪人和接送费 跟团队形成 已达半年之久 各类活动巡演专辑签售军备除名 或者干脆被经纪公司 单方面不通知参加 CHUU的代言和活动 也有其他业内人士自发介绍 绝不会存在刁难工作人员 以及态度不好的问题 本月少女成员CHUU也发文回应退团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和慰劳 对这一系列情况 我并没有收到任何告知 我正在了解情况 但可以明确我没有做过任何令自己羞愧的事 以后明确立场时再告诉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与信任 迫于舆论和粉丝压力 Blockberry于11月25日下午5点左右 发布粉丝公告 内容主要为说明情况 并请求谅解 表示并不是以向大众和舆论爆料CHUU霸凌为目的 目前已经确认完CHUU和工作人员之间发生的事情 所以才发文 并提到 如果CHUU和受害者同意的话 公司将协助提供有关辱骂和霸凌相关的内容和证据 据统计 关于CHUU in Story的新闻报道 在11.28、22点是Never排名第一 浏览量18W加 网友大胆推测 本月少女退团 也是在为成员CHUU遭遇的不公和污蔑不平 如果9名成员 在与经纪公司的专属合同诉讼中胜诉的话 预计本月少女将可能解散 被骂上风口浪尖的Blockberry到底是个什么公司 全名为Blockberry Creative的经纪公司 隶属于南韩娱乐Polaris Entertainment旗下的子公司 创立于2016年初 旗下艺人仅有两位本月少女 Ion正献者 而其大部分收入都来自于本月少女 可是就这样解约 是否会给本月少女成员职业生涯 带来什么影响呢 也就是说针对提出解约这一举动 南韩打工人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第一可能会面临天价违约费 南韩女团GFRIND经纪公司SourceMUSIC 曾因一名成员在出道前违约退团 而将其告上法庭 要求该成员双倍偿还练习生期间的造星费用 最终法院判罚该成员赔偿SourceMUSIC 损失1247万韩元 第二可能会被血藏 如被称为大型冷藏库的YG等较大的娱乐公司 也经常以血藏为代价处理旗下艺人 这一举动也许会直接影响到艺人职业生涯 南韩娱乐圈的艺人压榨问题一直存在 近几年来 南韩娱乐圈已有数十名艺人 以自杀的方式离开世界 寒流偶像 流行文化和南韩音乐产业的崛起 作者金大勇认为 南韩青年艺人接连离世 说明南韩娱乐业普遍存在着一种消极模式 被迫整容 扣押工资 限制人身自由等等事件 无休无止围绕着南韩娱乐圈 南韩组合JJCC前成员麦亨利曾公开表示 在韩务工时 报酬问题公司通常拿90% 艺人拿10% 如果运气够好 艺人可以拿到20% 南韩造星术已是全球公认的成功 但南韩艺人的生存环境却不容乐观 虽然本月少女解约事件未有定论 但他们集体公开反抗经纪公司压榨这一行为 已获得了大众和舆论的支持 即使有解散的风险 粉丝们仍然表示 会继续追随下去